放学后都会去原住民孩子 来到位于屏东市青岛街的小米园卢凯安亲班 一定会先到户外的种植区 看看他们种的农作物 与一般安亲班不同 来到这里的孩子都要学卢凯族语 从简单打招呼学起 经过数月学习已有明显成果 这里聘请的老师 都通过族语能力认证 为了激发孩子学母语的兴趣 除了坐在教室里上课 老师还会透过各种游戏 强化孩子的族语能力 它们都叫母语 我们那边这样的东西都是 加工课 加母语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游戏 一边玩一边加母语 知道一些传统文化 还有吗 女演 嗯 对 是您喜欢男的 对 小米原卢凯安亲班 是由屏农县政府开办 原名处长武力华表示 目前移居屏农市的原住民 约有两千八百多人 有不少家长反应 部落学校因着族群的传统与特色 结合教育开办射箭 采集及相关母语课程 丰富内容看在他们眼里 真的很羡慕 因此原名处先选择人数较少的卢凯族 事办课后安亲班 那我们发现说有非常多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带着孩子到都市来的这些家长 他们就会跟我们提到说 非常羡慕部落的学校 他们在都市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其实现在在原名会 他有开设很多的所谓的课后辅导班 也许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说 在我们的都会地区 我们可不可以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 为他们找到一些上课的场所 那就可以让这些孩子放学之后 也可以来到我们这边 就好像是安亲班一样 卢凯安亲班目前有近十位小学生参加 利用周一至周五课余时间 孩子们学习族语 传统才艺 传统作物种植 假日甚至会带孩子回到部落 学习狩猎技巧 吴立华指出 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学习传统文化 都非常感动 圆明处希望未来能与圆明会合作 编地预算在贫图市开办都会区 排完安亲班 让更多在市区生活的原住民孩子 有个认识自身文化的机会 贫图新闻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 森华指出